長大陸港排隊名店阿正肉包 在臉書公告說要漲價 招牌肉包從20塊漲到22塊 饅頭也漲2塊錢 漲幅在2到3塊 如果現在那個漲了 大家都差不多漲了 他們說他們10年沒漲了 如果這樣的話我就可以接受 老闆說上次漲價是10年前 現在因為原物料價格上漲 豬肉 豬油 麵粉 成本都超過能負擔的範圍 最近藝人對1kg 100塊漲到140 漲價的不只阿正肉包同樣在鹿港 老龍獅肉包也在過年期間 2月1號就調漲 香菇肉包一顆漲到22塊 水蒸鹹蛋糕也從每兩6.5 漲到7塊錢 業者回應除了原料只和野漲價 有幫員工加薪 先前自行吸收 直到現在才調整價格 我們看就有多朋友去買 這基本心是這種調漲 老龍獅肉包在地有20多年歷史 曾被選為國宴點心 就算漲價了 民眾還是捧場照買 另外老陳真肉包以及肉包名 都調整2到3塊 一顆來到35元 現在漲到35 11月15 你覺得呢 我總是8塊吃到現在 好像漲價會影響你購買1月嗎 會吃的少一點 鹿港知名的肉包店 年節期間通通喊漲 肉包跟饅頭漲幅借在2到3塊 業者們異口同聲 都說是反應成本 TVBS新聞陳真宗 許又翔彰化 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